嗨 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讲生态系 那生态系呢就是群集 加上它赖以生存的环境 叫做生态系哦 生态系的特性就是要自己自主 有自己的能量养分的供给 再来它可以大也可以小 也可以人工或自然形成 家里面的鱼缸呢 就是一个比较小型的人工生态环境 那里面呢有鱼 有水草 有细菌 这些呢都是属于生物因子 当然呢它也有所谓的环境因子 比如说水 底下的石头沙子 还有呢鱼缸要控制它的温度 那水里面呢要有适当的溶氧量 并且还要给它照光 那这样子呢就是一个 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态系哦 那么地球上呢所有生态系 共同组合在一起 叫做生物圈 也就是地球上生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它呢在海平面上下 各十公里 组成呢包含了刚刚说的生物因子 以及环境因子 而且两者之间呢会交互影响着 比如说赤道周边温度很高 对流旺盛下雨也比较多 那么呢就会形成所谓的热带雨林 那雨林区里面所生长的生物 跟其他像沙漠地区的生物就会不一样 好那当然 生物也会影响到环境 生物很多产生的代谢物质越多的时候呢 就会影响到环境哦 所以这两者呢 生物跟环境因子 彼此呢都会交互影响着 在生态系中 我们根据生物获得养分的方式呢 把它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呢叫做自营生物 第二类叫做易营生物 自营呢顾名思义就是 自己制造养分 那在这里呢 我们主要是以光合作用的生物为主 蓝绿菌 藻类跟植物界 易营生物呢 就是它不能够自行制造养分 有三种方法 摄食就是必须摄食其他的生物 那它可以是吃素的 也可以是吃荤的 对吗 那寄生呢 就是寄生在生物的体内或体外获得养分 那同学注意 它是寄生在活的身上 那辅生呢 就是它分泌酵素 好来分解环境中的养分 再去吸收 所以它们三者的营养方式呢 是不太一样的 自营生物 因为它会自己制造养分 所以我们称它叫做生产者 摄食跟寄生呢 因为它们都在消费别的生物 所以呢就叫做 消费者 而辅生呢 因为它是分解生物的尸体或者粪便的吐酵素出来 所以这里呢就叫做分解者 所以我们可以把生物获得养分的方式分成这三种角色 所以影响生态系的生物因子呢 有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那前面呢生产者是属于自营 而消费者分解者呢属于意营 那消费者呢是透过摄食或者寄生的方式来获得养分 分解者呢是利用遗体或排泄物去分解掉 所以呢叫做分解者 清除者这又是什么呢 那是以生物死后的碎屑为食 它属于消费者哦 它其实概念呢有一点像是流浪汉 吃人家吃吃剩的恶熟的 它是吃进去了再消化 常见的有蛆啦 苍蝇的幼虫嘛 扑鹰 马鹿 就是右边这个 那还有呢蚂蚁等等 这个呢就叫做清除者 在生态系里面呢生产者被消费者吃 当消费者跟生产者呢双双死掉之后 又会被分解者给分解 在自然环境里面 有石头有流水 有河川有湖泊有大海 好这些叫做自然环境 怎么进入到生命的世界呢 靠着是生产者行光合作用 把二氧化碳跟水变成了葡萄糖 动物再去摄食之后 进入到动物体内 好那不管你动物植物死亡之后呢 再透过分解者 把生物的尸体或者粪便呢 分解回归环境 成归成土归土 所以生产者与分解者 是连接非生命跟生命之间的桥梁哦 生物依据摄食关系串联而成的 称为食物链 它呢是个单向的链状路径 从生产者这个童心草开始 它被三腔吃掉 三腔呢再被黄猴雕吃 黄猴雕呢再被熊鹰吃 那么这样子呢就形成一条食物链 在食物链里面呢 童心草叫做生产者 而三腔是初级消费者 黄猴雕叫做次级消费者 那熊鹰呢就是属于三级消费者 它是一条单向的路径 好那这个单向路径呢 不能中间中断 我到了黄猴雕就中断掉 不是一定是从生产者一直连续到最高级的消费者 那么食物链里面呢 我们不会把它划出分解者 否则呢这整条食物链会太乱了 因为刚刚我们说过 不管你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都会被分解者分解 生物呢可能有很多个天敌 像兔子它可能被蛇被老鹰吃 一种生物呢像老鹰 可能同时会设食多种不同的生物 在这个图里面老鹰吃蛇吃鸟吃兔子都可以 生物呢它在不同食物链里面 就会出现不止一次 形成多条不同路径的食物链 关系呢就会非常的错综复杂 变成所谓的食物网 不同食物链当中呢就会出现相同的生物 在食物网中也不会划出分解者 已经很复杂了还划分解者 那不是更复杂 那这张图呢刚刚已经说了 这条食物链这是一条 可是在这个环境当中 还有很多不同的生物存在 所以呢会形成多条不同的食物链 我们在这条食物网里面 要找出有多少条食物链的时候呢 必须要从生产者连接到最高级的消费者 熊鹰到底是几级消费者 如果我们是用红色的这条链来看的话 三腔是一级 黄猴雕是二级 雄鹰是三级没有问题 可是呢如果我是以这条食物链来看的话 好蓝富贤是一级 而雄鹰呢在这里变成二级消费者 所以同一个生物它可能呢同时扮演二级三级或者更高级消费者的角色 它不是一层不变的 如果呢在这个生态系里面 就会变得很多三童子就会变少 铜心草也会变少 这两个是它的食物嘛 山腔数量也变少了 白耳化煤数量也会变少 草母菌 蓝绿菌和大肠杆菌 已知呢四只饰管内呢 皆含有二氧化碳 但不含有机物 什么是有机物啊 有机物就是生物的养分嘛 那其他环境条件皆适合上述生物的生存 在每日呢各12个小时光照跟黑暗交替的情况下 夏天哪一种生物最可能在饰管内繁衍生长子带呢 这就看它们的营养方式了 草铝虫 摄食为生 但是环境不含有机物 它没有食物可以吃 酵母菌 它是分解养分的 环境里面呢也不含其他有机物 没办法 那蓝绿菌这个生物呢 它会光合作用 所以你看哦 它有12小时黑暗12小时光照 所以在有光照的环境下呢 它能够光合作用 而且呢环境中还有二氧化碳 所以它能够光合作用 所以蓝绿菌可以活下去 大肠杆菌呢 它也是一种易营生物 它必须要有赖环境中的有机物质 所以这四个饰管当中呢 只有蓝绿菌可以活下来 它是自营生物 其他的三个都是易营生物 例题二 110年的会考题 诱途呢是某生态系的食物王 关于此食物往内的生物间的关系 下列何者最合理 甲根椅箭头指会往外 有没有 所以甲椅很明显的 它是生产者 丙丁物 它们是属于比较低阶的消费者 因为它们主要是以生产者为食 脊根 它们呢是吃低阶消费者 所以呢它们可以说是高级的消费者 甲根椅会竞争食物 不会啊 因为它们是生产者啊 所以A错 B饼的数量如果增加 有利于丁的生存吗 哦 饼跟丁都要吃椅嘛 所以当饼增加的时候 就会跟丁去竞争椅 对不对 好所以丁应该会下降 而不是增加 B错了 挤的数量如果减少 不利于丙的生存 哎不对啊 挤如果减少 那就是丙的天敌变少了 那丙就会变多啊 所以不利是错的哦 猪选项 物跟同时为捕食跟竞争的关系 跟吃物是捕食关系 没错好那可是他们两个都会吃丁 看到吗 所以又是竞争的关系 猪是对的 能量会经由食物链去传递下去 吃东西当然会从食物当中得到能量嘛 太阳光从遥远的外太空照射过来 大概呢会有1%的能量给地球上的生产者 99%可能就是形成地热 或者在外太空中就散失掉了 那么生产者呢自行制造养分之后 就会被初级消费者吃 再被次级消费者吃 再被高级消费者吃 对不对 所以呢就形成了食物链 能量就这样子传递下去 可是呢生物体体内的能量 大部分没有办法传递啦 转换成热能就散失在环境中了 你想想看 我们人类的体温是37度C 那我怎么样能够维持温度 我是不是要呼吸作用才能 那我呼吸作用的养分又从哪里来呢 就从食物当中来 不管我是吃动物也好吃植物也好 真正呢会累积下来的少之又少 90%是以热能形式散失 大概呢只有10%的能量能够保存下来 这就告诉我们 假设生产者有1000公斤 他呢都被初级消费者吃掉 而初级消费者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有10% 所以他只剩下100公斤 这100公斤呢再被次级消费者吃 他吃掉以后只剩下10公斤 那三级消费者又吃掉次级消费者 好三级消费者只剩下一公斤 越高级消费者得到能量越少 今天如果有四级消费者 那就只剩下0.1咯 叫做100克哦 那五级消费者呢只剩下10克哦 越高级消费者他得到的能量就越少 所以在食物链当中 你很少很少看到超过四成五成的消费者 那如果把它化成能量的结构的话 就会变成所谓的这个能量金字塔 阳光给生产者能量 然后让他呢行光合作用 这个地方生产者所产生的总能量是最多的 那当他呢传递给越高级消费者的时候 每传递一个阶层呢 能量就逐渐逐渐的低减 最后就越来越少 所以假设在草的部分呢有1万单位 好那当他往上一级消费者传递的时候呢 就只剩下1000的能量单位了 十分之一传递 好再往下传递 OK 十分之一传递只剩下100 再往下传递 十分之一 好所以三级消费者呢可能只剩下10个能量单位 越高级消费者能量越少 这个食物链如果传递的越远的话 他能量散失的就越多 简单的来说呢 就是能量只传递 那你说会不会循环利用 不会啊都散失掉了 怎么循环 所以不循环利用 在社区相同食物量之下 吃素的所消耗的能量比吃肉的少 现在有一些团体就呼吁大家 粮食不足的情况下 尽量的吃素食 从这个能量传递的角度来看的话 吃素食能够养活最多的人 同学应该有学过物质不灭定律 对不对 地球呢 它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不会有莫名其妙外星的东西跑进来 当然也不会我们这里的东西莫名的跑出去 这个密闭空间里面呢 物质只要存在 它就不会消失 那就在生物跟环境之间循环利用者 那环境中的物质呢 像水啊 碳啊 氢啊 氧蛋 矿物质等等这些元素 透过生产者 光合作用之后 进到生物体 合成它的糖类蛋白质 质质 被摄食的方式呢 又再进入在食物链里面 最后呢 不管消费者或生产者 死亡以后呢 又会被分解者分解 还回给环境中 这就是呢 生生不息 物质不断循环循环的概念 那我们所吃进来的食物呢 有碳 氢 氧 三个元素所构成 举例来说 主食呢 就是糖类 糖类呢 经过消化分解会变成葡萄糖 那葡萄糖分子4 大家都会被叫做C6 H12 O6 它是不是就会有碳 氢 氧 三个元素 同样的道理 蛋白质也会有碳 氢 氧 脂质呢 也有碳氢氧 所以我们今天呢 要特别介绍一下 这个碳物质的循环哦 碳的循环 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开始 好 那二氧化碳呢 会透过光合作用 给到生产者 把二氧化碳水去合成葡萄糖 再转换成 生物所需要的糖类 甚至是蛋白质脂质 OK 植物的糖类呢 被动物摄食 进入到消费者中 这些生产者消费者呢 最后死亡 被分解 也会呢 把身上的这些 含碳的物质 再变回到空气里面的二氧化碳 当然 生物 不管是生产者消费者 他们也会呼吸作用 吸入氧气吐出二氧化碳 所以呼吸作用跟分解作用 两者都会产生二氧化碳哦 这是在环境跟生物之间不断不断的循环 生物死掉了会被分解嘛 层层掩埋 还有石化作用之后呢 就会变成所谓的化石燃料 这化石燃料的总类有 煤 古代高大的蕨类变成了煤炭 以及呢 石油 石油也是动物的尸体哦 那还有呢天然气这些 他们曾经都是动物的尸体 经过 开挖之后 燃烧 又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从这张图你看得出来 二氧化碳要消耗 几个方法 一个光合作用 二个呢 水中的溶解 但是呢我们如果大量的砍树 光合作用变少了 燃烧数量如果变多的话 那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越来越多 好你会说老师没问题 我们停止呼吸好了 不济于是啊 因为你只能暂时的停止呼吸啊 物质是不断的守恒的 好他不会消失 他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当他以化石燃料封存在地底下的时候 你又把他开挖出来 不是就变成气体了吗 当这个气体呢 越累积越多 OK会发生什么事情 各位知道温室效应吗 温室效应很多学生都认为 这是一个污染问题 其实不是 他是一个能够维持地球生命的一个效应 怎么说呢 你看太阳光远远的从外太空照射到地表 照射下来之后呢 给我们地表温暖 但是70%的辐射热 他会散湿出去 有30%的辐射热呢 是会被保留下来的 那被这些温室气体所保留 当太阳照的时候我们很温暖 太阳不照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呢 我们也很温暖 日夜温差就不会这么大 隔壁的星球月亮 他就没有这层温室气体啊 他日夜温差可以高达100多度 可是现在呢 化石燃料燃烧太多 所造成二氧化碳提高 温室气体呢 越积越厚 当然保留的热度就会增加 造成全球暖化的现象 全球暖化呢 有几个问题 就是第1个 他会造成南北极的冰川融化 使得海平面上升 很多陆地面积就会消失不见 第2个 陆地上呢 有些冰川河川的融化 融化以后呢 会造成中下游 洪水 所以为什么夏天洪水 但是冬天又缺水 因为都融化掉啦 好 所以呢 洪灾旱灾交替的进行 那我们的粮食数量就会 变得更少 第3个 全球暖化之后呢 夏天天气非常热 对流旺盛 我们知道台风的行程呢 是因为热对流的关系 所以 世界各地可能就会 在夏天的时候台风不断 天灾不断 你有没有发现 近几年 地球上面的物种消失的数量 是跟以前大灭绝时候 消失的数量 一样的快 甚至更快 所以有人说呢 现在就是 地球生物大灭绝的时候 也就是第6次大灭绝 发生 就在现在 各国政府呢 致力于节能减碳 如何做节能减碳 第1个 减少垃圾 节电 节水 大众 交通运输工具 少开车 多骑脚车 多走路 减少塑胶的使用 不要让 北极熊啦 企鹅啦 海豹啦 这些生物 没有地方居住 最后造成灭绝 大家共同努力吧 第3 109年的会考 右表呢为某一地区中 数种动物 及其主要的食物来源 若以能量传递的过程来判断 则下列 哪一种动物 族群所含的 总能量 是最少的 能量传递是以金字塔的方式 这样子传递 每上升一个 消费者 能量就越少 所以在这里呢 你看哦 吃植物的是 炸猛 然后呢 炸猛在被 被蜘蛛吃 蜘蛛呢又被蜥蜴吃 蜥蜴又被蛇吃 所以他的食物链关系 是这样 蛇呢 他是最高级的消费者 那么 因此他的总能量会 最少 答案选 蛇 例题四 有关于碳元素与生物环境间的关系 何者是错的 A碳元素是构成生物体的元素之一 我们吃进来的食物当中有糖类蛋白质之质 糖类好 有碳 蛋白质有碳 脂质也有碳 所以碳元素是构成生物体元素之一 没错 B 消费者 可经由呼吸作用让碳元素返回自然 没错 呼吸作用突出二氧化碳 再来 C 分解者 可经由分解作用让碳元素回到自然 没错 猪 生物皆没有办法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转换成氧分使用 可以的 靠谁呢 靠光合作用 绿色生物 所以无法是错的 答案呢 我们选 猪 关于生态系的部分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拜拜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